歡迎大家收看 今天豆豆快樂學堂 我是詠盈 我今天呢 我們大家 要教大家做的這個東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 極度的夢幻 而且你看了就會覺得 這是真的蝴蝶嗎 好 話不說說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成品吧 大家看看 這蝴蝶好像真的 在天空上面飛的感覺 這是一個立體蝴蝶看板 我們一般大家家裡面 放的一些擺飾 這蝴蝶都是2D的 不可能像這樣子 呈現出3D的感覺 不過看起來好像有點難做 到底要如何做呢 我們歡迎到今天的客座老師 依萍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歡迎老師 我要問老師了 到底難不難 其實很簡單 真的嗎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祕密武器 什麼威蝶武器 待會我們做的時候就可以做到了 好 我要先問老師 我們今天要做那麼漂亮的 蝴蝶看板的話 我們要準備哪些材料呢 最主要當然 我們要有蝴蝶的餐巾紙 然後一些工具 剪刀 還有就是我們原來 胚體 這是一個畫框 對 像這樣的畫框 是不是在一般的材料行 或者是文具行 其實都是可以買到的 對 你去美術社就可以買到了 而且它有很多的尺寸 看大家想要做比較大一點的蝴蝶 或者是比較小一點點的 好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 動手來做蝴蝶看板吧 我們先把原來的膠膜撕掉以後 我們講過偏貼 通常會有一個一劑跟二劑 我們現在先刷上一劑 所謂的一劑是什麼呢 老師 一劑是要讓你的餐巾紙 或者是你的專用紙 可以暫時去固定在你的胚體上 不會移動 但是它算是白膠嗎 不算 其實不算 對 它乾了以後會有稍微的黏著性 但是不會像醬弧那麼的黏的 對 紙張貼上去以後 你如果再碰到水的話 紙張就會掉下來了 我們現在先把它 均勻地刷上一層A膠 這是我們的第一劑 對 趕時間的話 可以用吹風機把它吹乾 因為今天我們後面 還有一些動作要做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它 我們可以先把它刷過以後 放在旁邊等乾 利用這個時間來做一些 其他的動作 所以我們現在 如果說你不想要等自然風乾的話 可以拿出家裡面的吹風機 讓它快速變乾 對 讓它快速變乾 而且這個劑 其實第一劑的味道還滿重的 對 所以我們要在通風的地方吃做 你看看老師 它現在已經很快速地刷了 兩到三層那麼地多了 我通常會橫地刷一次 然後再直地刷一次 讓它全部都均勻地刷到 而且這只是第一劑 因為接下來還有第二劑 好了 那我們就先放乾 記得用過的筆先泡水 不然它乾掉的話 筆就不能夠再用了 好 再來我們要拿出我們的餐巾紙 還有我們今天講的祕密武器 紗布 原來今天我們的祕密武器 是紗布 對 因為我們一般紙張 你如果說吹乾了 它是軟趴趴的 可是我們加上了紗布以後 它的固定性就會更強 所以我們先用剪刀 把蝴蝶剪下來 大概就可以了 不用剪到很仔細 老師現在先把我們紙上面的 蝴蝶大概 拿個雛形剪下來 但老師如果不用紗布的話 用其他替代的東西可以嗎 有一種苗圖紙 厚磅的苗圖紙也可以 但是它呈現出來的效果 就沒有紗布這麼地輕盈 所以我們的祕密武器紗手鍵 就是紗布 對 好 我們先剪下來以後 一般餐巾紙有三層 對 我們今天只拉掉最後一層 保留兩層 這樣 保留兩層 因為我們如果只用一層 它貼到紗布上以後 它會太透 可能會透色 對 它的顏色就不會那麼飽和 我們今天如果使用兩層的話 它的顏色就會比較飽和 比較漂亮 所以大家記得 樓山巾紙要撕掉一層就好了 保留兩層 然後放在我們的紗布上面 我們先剪下一塊紗布來使用 所以老師紗布的這個大小的話 是需要控制嗎 還是說其實都可以 不用 紗布就是跟我們的鋪款一樣大 比它大就可以了 好了 以後我們還有第二劑 老師 那第二劑又是什麼呢 第二劑就是要固定了 固定的 所以它比較像是漿糊 對 那一般現在外面第二劑有兩種 一種是像這樣吸的 還有一種是像剛剛一劑的那種 凝膠狀的 就有一點黏稠黏稠的感覺 對 那我們今天做這個 我們需要用這個吸的 因為它紙張是兩層 你要讓它有機會把膠吸進去 因為紙張可能厚度比較厚一些些 所以我們用的膠也要比較厲害 強一點點 就會比較稀 對 然後比洗乾淨 我們用抹布把它擦乾 擦乾以後才來刷膠 它才不會把膠稀釋掉 好 我們看老師現在 在上的過程當中 也是要把整個網 都上得很均勻 很服貼 對 我們要多上一點膠 讓等一下紙張有機會吃膠 來 看 它超過紙張 放上來以後就輕輕地推一下 讓紙張服貼 再來第二次 還是一樣很多的膠 慢慢地動 讓紙張把膠吃進去 好 看老師的手法 稍微地按壓 對 往邊邊推 對 我們的筆 沾了很多膠以後下去 可以打到90度 不用怕它紙破掉 完全顏色都沒有變色 對 它這樣下去的話 紙張跟紗布可以黏得很緊 然後膠也會吃得夠多 而且老師上了不只一層 好了以後 來 我們再來第二個 一樣的方式 還有第二隻蝴蝶 好 我們看到一瓶老師 現在小心翼翼地 已經把第二隻的蝴蝶 把膠都上滿了 對 好 一樣 然後拿出我們的吹風機 在吹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紗布吃了很多膠 所以紗布事實上 它是濕的 我們這樣吹表面 只有表面乾了 我們等一下吹完 還要再把它翻過來背面 連紗布的背面也都要吹過 對 還有我們在刷的時候 最好是拿一張這種貼紙的背膠 這是我們一般 對 貼紙 貼紙撕下來這一張光滑面 這樣子呢 我們的紗布才不會黏在下面 對 然後距離 不要太近 然後不要固定這個地方 慢慢地把它吹乾 所以表面吹乾以後呢 我們還要把它翻過面 另外一面也要吹乾 這時候因為它還沒有很乾 所以記得不要太用力 輕輕的 然後我們把它翻過來以後呢 這一面也吹一下 這樣 這時候就乾了 對 兩面都乾了以後 我們才能做後面的動作 那我們先把它放著 我們先來做剛剛 我們刷了A膠的畫框 對 摸摸看 它是乾的 但是它有黏性 一點點的黏性 不會太黏 就是我們紙張放上來以後 它是可以固定 不會掉的 這就是我們第一季 厲害的地方 對 好了 那我們剛剛那張紙呢 把它裁成四分之一張 我們剛才其實已經 用了一部分的餐巾 對 現在要用剩下的一部分 對 用刀片 用刀片在它的中間 靠近桌邊慢慢地 拉一下 這樣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沿著它的邊邊 對 把它裁出來 因為餐巾紙本來就有折痕了嘛 所以我們這樣做是一個 最簡單的方法 所以老師我們必須要裁得很規整嗎 還是如果 可能有一些凹凸不平 或者是有些絞絞 今天這個作品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作品我們待會兒會用斷帶去收編 所以就算可能邊邊裁得沒有那麼地好看 也沒有關係 還是有補救的方法 對 那刀片最好是利一點 我今天帶了這支刀片不是很利 所以不太割得動 那老師如果直接拿剪刀剪的話 也OK嗎 剪刀比較不建議的原因是 剪刀它剪完以後會有一個很利的邊 那我們貼上去的時候就比較容易看到 這樣 好 拉開了以後 這一次我們就要把它 三張拉成一張 所以我們原本有三層 這一次要直接把它變成只剩下一層 對 不過有的品牌它原來就是只有兩層 那怎麼判定呢 我們拉完以後 你會發現那張紙很薄透光 好了以後 把我們剛剛的畫框拿出來 對準中間 或者是我今天 我不想要把這個留下來 這個邊留下來 那我就會把它靠過來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剛才可能在裁的過程當中 沒有裁得很平整的話 你的邊邊就不想要留 老師也說可以稍微左右挪動一下 對 就挑出你想要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 位置裝好了以後 從中間壓一下 好 還是要稍微壓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上面已經上了一層一劑 對 所以一劑上完之後 它有一點點的沾附性 但是又不會完全把紙給黏住 對 這樣的黏度是剛剛好的 比方講你今天貼歪了 可以再撕下來 再來一次 這就是我們一劑的好處 對 如果今天是像剛剛我們貼蝴蝶的時候 直接就上二劑的話 那紙張貼上去貼壞了貼歪了 就沒有辦法再重新調整了 就沒有調整的機會了 所以我們通常做大面積的部分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一劑先上 好 你看老師其實都在用手 手掌 對 去把它撫平 然後邊邊的地方 可以看老師的動作 也是把邊緣把它藏起來 對 好 這樣我們的表面就完成了 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上的是二劑囉 對 大家可以看到老師用的量 其實也還算是滿多的耶 對 然後從中間向外 好 我們要注意看老師的筆觸 對 當你覺得膠不太夠的時候 就要趕快去沾 它紙張喔 你如果膠不夠的話就容易破 喔 別忘了 還有四個邊邊 對 我們也要上二劑 那看到現在這邊有 沒貼到紙的部分也要上 因為剛剛的一劑會黏 我們要用二劑把它封起來 好 都刷到了 那我們剛剛講 表面有很多膠怎麼辦 就像我們剛剛上一劑最後的時候一樣 你輕輕的順一下 把多餘的膠順走 我們看老師的手法 我順下來的膠我就會刷到旁邊去 這樣子看起來就不會格格的感覺 對 也不會有那些堆積的狀況發生 好 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把它吹乾 吹乾我們要把蝴蝶剪一剪放上來了 接下來要出動我們的吹風機 你也可以自然風乾 可是吹乾比較快一些 對 而且因為我們剛才上的膠的量 比較多一些些 所以老師可能吹的時間 就會相較於久一點點的 對 我們今天節目的關係 先放旁邊等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蝴蝶 拿出我們的剪刀 然後把蝴蝶的輪廓剪下來 所以老師這時候剪的過程 還是需要小心的沿冰冰剪 還是可以大膽的直接剪一個雛形出來呢 就整個剪下來了 你看我們的紗布跟紙張黏合以後 它的硬度就增加了 剪的時候身體把它剪掉 好 我們反而是不要保留蝴蝶的身體 主要是它的翅膀 對 所以老師如果在剪的過程當中 可能不小心剪到翅膀的話 這樣子還有辦法彌補嗎 還是整個又要再重新做一次 盡量小心不要剪壞 因為你如果剪壞的話 它可能蝴蝶就要變小隻了 而且記住 這蝴蝶的頭還有尾巴 我們都是不要的 我們只要保留蝴蝶的翅膀 翅膀的部分就好了 翅膀的部分就好了 然後記得把翅膀剪開 所以還要中線 這樣再各剪一刀 對 然後修一下 為什麼要剪開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做一點點的弧度 你如果不剪開的話 整張會很難做 因為它是立體的蝴蝶 對 所以蝴蝶的翅膀是 有點可以動的感覺 對 蝴蝶的翅膀開了 開了以後用吹風機 熱的 然後拿一支圓頭棒 這個圓頭棒用什麼都可以 你有筆的背後 或者是拿一顆珠子 都是可以的 對 這樣壓一下 趁它熱的時候壓一下 蝴蝶翅膀弧度就會出來了 再對折 這立體的感覺就跑出來了 對 立體的蝴蝶就出來了 好了以後呢 拿出我們剛剛的畫框 然後沾上白膠 所以我們的魔術 就是這樣子變出來的 對 你看 放上來以後 它是不是就立體了 就像是這個蝴蝶在飛的感覺 再加上 蝴蝶的身體 拿黑色的黏土搓長 然後留一個大大的頭 因為其實我們剛才 在剪的過程當中 是把蝴蝶的頭 還有尾巴剪掉 原來是因為我們接下來 要用米土 把黏土 把它整個黏上去 當作是它的身體 哇 這樣蝴蝶的身體 好像是立體的感覺 對 這樣蝴蝶身體 就立體了 然後當然還要再加上它的儲蓄 觸鬚呢我們就拿了 黑色的釣魚線 剪兩段一樣長 我們也是用白膠 把蝴蝶的觸鬚 沾黏上去 然後就插到它的頭裡面去 這樣一隻蝴蝶 就差不多要完成了 對 這樣 那我可以麻煩你幫我剪 另外一隻蝴蝶嗎 好 我來做後面收尾的動作 一樣的方式 我們也是沿著邊邊 把我們的蝴蝶給剪下來 然後我們把這個邊邊 上一層膠 我今天選用的這個膠 是有尖頭的 這樣才不會一下子擠太多 這個邊邊也要上一層膠 對 那是因為老師要把這個邊邊 遮醜一下 沾一點點蕾絲 來當做像是 我們剛剛邊邊都有 突出來的餐巾紙 也有沒有處理的畫框邊緣 那我們用斷帶遮起來 這樣子就看不到任何的瑕疵了 對 四個邊都確實貼好 我們除了貼上去以外 還要用手把它壓一壓 這樣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四邊 都已經黏上了一層蕾絲 再加上我剛才已經把蝴蝶已經剪好了 記得它的尾巴跟它的頭 是可以剪掉的 我們會用黏土來代替 對 好 這樣就差不多要大功告成 是的 而且像這樣子的蕾絲 其實如果大家不喜歡的話 也可以選擇一些珠珠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飾品 不太用的飾品 都可以把它一一佔黏上去 來當作是它的邊框 對 我們做瘦邊的部分 就是什麼樣的東西都可以 都可以 對 甚至是斷帶啊 蝴蝶結啊 都是OK的 對 這樣 好 那我就把另外一隻蝴蝶放上來 我們就要完成囉 一樣 吹風機熱熱的吹一下 我們要利用熱度 讓那個膠軟化 然後用丸棒壓一下 它就能夠定型了 好 跟剛才一樣的步驟 我們這時候要拿出像是滾珠啊 稍微這樣壓一下 這時候它的角角邊邊 就會有一點點立體 對 然後一樣折起來 好了以後呢 然後也是黏上一點白膠 對 黏上白膠 別忘了我們要把黏土 拖出它的身體 還有它的頭 好 那通常呢 因為濕度的關係 我們一開始的這個蝴蝶它不會很挺 你大概放到明天 後天 它乾一點以後 你再用吹風機吹一次 然後把它 對 整個會立體起來 把它拉起來 它就會挺起來了 好 所以大家可能看現在蝴蝶有點愛捆愛捆的感覺 對 沒關係 放個兩到三天 我們再拿吹風機 用熱度把它加熱一下下 到時候呢整隻蝴蝶就會飛起來 對 好 最後還要拿出了我們的釣魚線 一樣 也是沾一點點膠 當作是它的觸蓄 好 接下來我們會飛的蝴蝶就大功告成 是的 是看起來真的蝴蝶在花圖裡面飛的感覺 好厲害喔 我們要謝謝我們今天的一瓶老師 教我們做這個立體蝴蝶看板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我們逗多快樂學堂 我們下一回再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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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